这位顾客口中的大饼 是彭亨直良老饼家 一针饼家的招牌饼食 早年由于饼形原大而得其名 这种大饼 其实就是中国福建地区的 酥皮绿豆饼 一针饼家的创始人张用 祖籍福建永春 南来之后 便在植粮延续原乡的制饼手艺 以前一开始是我工作的 二十多年 一九二十多年这样 他从中国写了 就搬过来这里 一针饼家创办至今 已经有八十多年历史 如今由第三代传人张世龙 与张顺利两兄弟经营 两人从小在高饼市家长大 有记忆以来就帮父亲做饼 耳濡目染之下 已经完全掌握制饼的手艺 只不过以前是全手工制作 现在则是半机械化 它的馅料是豆蓉 利豆蓉 脱克了的利豆 煮了煮瘦了再去蒸 蒸了就搅碎它 然后再来再煮 煮到变成豆蓉 煮好的豆蓉添加糖搅拌均匀 便成为甜味豆蓉 这些豆蓉都是每天新鲜准备的 不加防腐剂 也不含色素 至于饼皮则是以糖水油和面粉搅拌而成 现在这些工作都以机器代劳 不过制饼揉面团的程序 依然遵循传统手工方式 相辅相成 就是手工麻烦 要剪它 给它有一层一层 有分水皮跟油皮 水皮包 包油皮起来一些 然后再去压压层 压到它一层一层 烘出来才会一层一层 会脆 包这个饼 还要包那个底 不要拉到皮太厚 全部在底下 然后要轻轻拉一点 给它包 大概四个字到五个字这样 烘到一般的时候要移味 看那个底有没有焦 还要插那个鸡蛋 传统上 这种大饼具有松酥脆嫩的特色 饼皮多层酥脆 馅料绵软 味道甜而不腻 一针饼家最早设在 植粮大街门牌19号 尽管开步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然而 早年的植粮市区 其实范围并不大 以前植粮只是一条大街 后巷的炒长街 只有两条街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